判处绞刑 幸存者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德米扬鲁克的家人则提出了质疑 这是司法谋杀 他们拒绝接受判决结果 立即上诉至以色列最高法庭 德米扬鲁克的律师辩护团借机找到了一些文件 证明恐怖的伊万其真名是伊万马切科 而不是德米扬鲁克 其实美国政府早在多年前已经掌握了这一证据 但是没有呈堂 这个消息泄露后控方备受打击 面对新的证据 以色列最高法院别无他选 1993年7月29日 法院针对恐怖的伊万一案 做出了一个新的裁决 推翻原判决 本次上诉的判决如下 鉴于上诉人是否为特雷布林卡 种族灭绝集中营的恐怖的伊万 这一身份尚存在诸多疑点 因此以色列最高法院推翻原判决 宣告上诉人约翰·德米扬鲁克无罪 对于德米扬鲁克来说 噩梦似乎结束了 我想我的太太 想我的家人 我想我的孙子 我想回家 他回到了美国 并且于1998年 恢复了美国国籍 但纳粹追捕者 不会就这么放过他 他们坚信 德米扬鲁克一定在索比堡当国看守 索比堡集中营 是位于波兰的一个纳粹种族灭绝集中营 25万犹太人在此遇害 德国要求引渡89岁的德米扬鲁克时 他的家人非常震惊 重新审视一下这件事 他们根本没考虑我父亲已经疾病缠身 根本不适合远途旅行 根本不能上法庭 也无法进行自我辩护 我觉得他们这么做 更像是纳粹德国 而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尽管德米扬鲁克的儿子 对引渡要求进行了抗议 2009年5月 德米扬鲁克还是被送到了慕尼黑 他被指控为杀害索比堡 种族灭绝集中营将近三万犹太人的同谋 2009年11月30日 法庭开始约翰德米扬鲁克的第二次审判 这一次审判 纳粹猎手们找到了一个最为关键的证据 那就是德米扬鲁克在集中营当看守时使用的党卫军身份证 但他的辩护律师却认为 作为官嫌第一位的看守 德米扬鲁克根本不应该受到审判 但无论怎样的狡辩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犯罪就必然会受到正义的制裁 2011年5月 慕尼黑法院判处德米扬鲁克五年监禁 原因是他携从杀害数万名犹太人 德米扬鲁克的辩护律师随即提起了上诉 但直到2012年3月17号 这名91岁的纳粹战犯去世 德国联邦法庭仍然没有开庭审理这桩上诉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